嗨 大家好 我是阿仲 我现在看下自己家养的乌威 是活来死的 毕竟快过年了不知道它是不是死是活 到冬天就一直没有看过 现在也是冬眠状态 现在很安静 也不动 毕竟在冬眠嘛 里面还有几只巴西龟 现在是冬眠状态 所以它不喜欢动 这里面这个 水里的沉淀物 其实上次我给它吃的 它没有吃 其实我养了这么久 我不知道它是是公是母 我也不是很清楚 它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 当初养它的时候是为了吃 我听人家讲 这个乌龟的肉 肉质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而且它的同等重量的情况下要比 那个鱼 就是王八 有王八的肉的含量还要多 所以讲的说养大的吃肉 结果后来发现养这么大的 养的养三年多 舍不得杀了 这怎么办 所以就只能等到它死了再吃了 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讲的 千年王八 万年龟嘛 那乌龟活那么久 我什么什么都懂得到它死了 然后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资料 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种乌龟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年到四十年 所以三十年到四十年很快 到那时候我才六十多岁 它就比我先死了 所以它迟载了进骨的饭瓦 巴西龟 也叫红耳龟人家叫 这种我们这里有卖的 就是在花长鱼虫市场后有卖的这种骨龟 但是那个鳄龟是没有的 来看一下红耳朵 脑袋伸出来 快 伸长一点 再长一点 它好像很谨慎 在线 我现在揪不住 揪住了 它的脑袋旁边 脑袋中间有一道是红的 还有两边是红的 切红糕还是有好处的 虽然不进食 但是它的整个活动量还是有增加的 还愿意动 这两只一对比 一个很大一个很小 它们是一直放在一起的 一起养的一个是 算是杂食龟 一个是肉龟 食肉型的 这个很凶猛 等到夏天的时候它就非常凶 现在 因为是冬天 所以它不是很爱动 但是我这样摸它嘴角的时候 它还是会尝试把嘴张开 听话 要不然你过不了这个年 不要咬我 要展现出你温柔的一面 哎 闭上嘴 两只肥猪 这样正面看起来很胖 好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